來我這邊在發動效果 再把巡航機送木浪 這時候就可以檢索了 水哦 來我這邊應該要用這個巨像網 好這時候古代以及巡航機的效果 我們來檢索十分克斯 來你這邊打我的話 我就可以特招了 除了把古代以及十分克斯 呼呼 攻擊力4000啊 看到吧霸王花 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晴 今天要來介紹我們古代一機的牌組了 古代一機終於增強了 那其實只有新增一張卡拉 就是古代遺跡斯分克斯哦 那這一張卡他沒辦法通招 他可以用兩種方式特招 第一個是廠上的古代遺跡被破壞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手牌特招這張卡 那另外一個效果是用場地來跳 就是 這個古代遺跡巨像網 他在表測啊 他在場地區域的時候被送到墓地哦 就可以從手牌特招古代遺跡怪獸 我們可以從 手牌跳這個十分克斯哦 因為他說 僅可以用古代遺跡的 卡牌效果特殊召喚 所以場地的效果 肯定是ok的 然後他的打點也會到非常高 因為古代遺跡他的場地非常多 可以堆在墓地 所以他的攻擊力 是 啊墓地場地魔法卡 總類乘以500 那我們最多就是三種嘛 所以 加這個1500就是攻擊力可以到4000哦 然後再加上這個其他場地 有些可以加500公的啊 攻擊力可以到4500 對反正就是 攻擊可以提到非常高哦 然後他的後台的部分 其實這一套一直以來 就算是比較平民的牌組哦 那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惡魔鎖鏈 就是 應該沒有人 就是應該說很多 平民玩家沒有惡魔鎖鏈的話 也沒有關係 可以替換 六蓋 好或者是其他的後台哦 但是惡魔鎖鏈 為什麼這麼適合呢 因為我們有放這個狡猾的線坑哦 那搭配古代遺跡的覺醒 還有惡魔鎖鏈 這些都是永續陷阱卡 他比較不容易送到墓地哦 所以這樣一來 我們比較有機會可以開到狡猾啦 那狡猾放兩張起手也比較容易拿到 那其實我拿到的話 如果可以很快的換掉對方兩隻怪 那基本上就 整個差不多要贏了哦 所以狡猾這蠻強的 我就強烈建議放兩張啊 那如果沒有惡魔鎖鏈可以放禁幣啊 但這樣 如果說禁幣送墓的話 呃或是加拿大應該也不錯 因為加拿大可以從墓地跳出來 你就可以開狡猾了 那怪獸跟這個場地的部分 跟之前都一樣就不再多說 那這一次其實我覺得很奇怪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這一次新包裡面 他這一次新包裡面是 有這個古代遺跡的卡片哦 但我覺得 覺得有點白痴哦 你幹嘛 你幹嘛在新包放古代遺跡 你去抽舊包就好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古代遺跡大師 他只有舊包裡面抽的到 然後你新包裡面沒有古代遺跡大師 你沒有古代遺跡大師 你根本沒辦法玩古代遺跡啊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你等於說還是要抽兩包嗎 你還是要抽舊包 跟新包嗎 兩種包一起抽 你才可以抽到 有這個斯芬克斯 然後跟古代遺跡大師哦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 他又出了一個 呃 他這個新包又放了古代遺跡在裡面 占位置 然後重點是我 我這一包抽三輪 我也沒辦法玩古代遺跡啊 對啊 因為那個 1800的這一隻 古代遺跡大師 他根本就不是在這一包 你要回去以前的包去抽 抽滿三張 啊 才然後才可以玩這一套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你要 放那些垃圾卡站位置 你不如多擺一些新卡哦 ok 牌組介紹到這邊 我們直接來實戰吧 go ok 來 來到我們第一場 遇到真奇性子 好 對方是更性哦 哇好 那這個起手看起來 是還行哦 啊對方是 看起來像是一個 光暗混合的一個牌組 因為他有放這個混員龍哦 好 好這邊要直接來同步六星 哦沒有哎 直接直接結束哦 好 好那我們這裡 發動古代機具巨像王啊 召喚我們古代機大師哦哦 看一下哦 好召喚古代機大師 打點還不錯 那我們這裡還可以 把古代機具巨像王 從呃收到墓地 那我們可以從手排特招 好 那發動古代機武者效果 我們回收墓地的場地 然後加攻擊力哦 還不錯哦哦 ok 輕輕鬆鬆 換掉對方兩只怪哇好爽 呼呼 不錯不錯 這個這個好的開始哦 好對方蓋了一張怪 那這裡我們其實 可以開兩次效果 然後我們就是 把場地先換 就是先換其他的場地 然後再換回原本的哦 那這麼一來就可以那個哦 就可以做一個綠牌哦 好 那巡航機還可以抓一張這個卡片 然後我們抓這個 吃分克斯哦 ok 但是我們這一場感覺吃分克斯 好像 有點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叫出來哦 好那這裡還可以 炸一張蓋牌 我們就直接 把他的 啊來不及啊 我應該先加攻擊力也算了 來把他蓋牌炸掉 判斷 判斷 啊這樣應該就贏了吧 好 最後一集 成功獲勝 那 這場沒有叫到我們的 十分克斯 很可惜 沒關係 我們下一場繼續來吧 ok 來到第二場 遇到暗遊戲 好對方跟我們都是牌組平衡哦 那我覺得這個起手還算可以 那其實 呃古代一機 哎呦居然是內戰 內戰的話應該會很有趣哦 那古代一機我覺得 呃怎麼說 就是先攻應該比較強一點哦 好我們先抽一張 看一下有停頓哦 所以他 後台可能是古代一機的覺醒 很有可能哦 好 那我們這邊也不用怕哦 我們這邊可以把他後台弄掉 而且我們這個 呃 古代一機大師打點也有增加500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太需要擔心哦 他這個後台也有可能是 狡猾 也有可能是狡猾哦 好 那他這邊率先的直接換 哎呦 果然是古代一機的覺醒 他那個機率蠻大的 因為他這邊想要堆兩張 哦他堆兩張的話 他堆兩張的話 就可以炸我了 哇那有點麻煩哦 這一場應該就直接被屌打了 這邊一定被屌打 要被炸了 要被炸了 他已經堆兩張場地哦 只要兩張除外 我們就被炸了 哇 而且他場上怪獸還不會被笑破 加上他又抓了那個哇 太猛了太猛了 來炸你的後台 哦結果不是啊 就居然是那個 呃呃 吊挺尖刺 哦吼 哇哦 就是吊頂尖刺啊 好 那我就直接 把他的怪給撞死了 但是他手上有這個 吃分克斯哦 沒辦法發動漂亮 因為我們巨像王的效果 他無法發動 哈哈 你手上的十分克斯也跳不出來 太爽了 哇 原本以為他後台是那個古代 古代一機的覺醒 沒想到是那個 另外一張哦 好 來 對方古代一機的獵人 站著 他該不會要直接打過來吧 不可能吧 不可能這麼笨吧 哦好 那我們這裡再來 呃 我可以發動兩次哦 做一個綠牌哦 好 然後再開一次 哎 對方直接投降 漂亮 呼呼 好我們來打第三場 ok 來到第三場 遇到硬漢龍騎 好 仙公太棒了 仙公還蠻強的 好古代一機巨像王 然後召喚古代一機大師 他們蓋一張狡猾 感覺還不錯 等一下我們這個狡猾的combo啊 我們可以使用古代一機的大師 然後把那一張 這個有一個紅色的場地叫出來 然後再開 腳踏我們就不會被笑破了 啊這是其中一個combo 好 對方宇宙旋旋風應該是拆後台 因為他如果拆場地的話 我們可以換哦 好 那就給他除外吧 那這邊有點可惜哦 就 這個後台直接被解掉 有點慘哦 好哇哦 補食植物啊 好像有點夢哦 ok 對方直接叫霸王花 哇靠 哇靠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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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他發效果要把我送墓 來我這邊先畫一張 場地啊 那我等一下還可以跳出來啊 來我這邊換 古代一機巡航機 好巨像王的效果再重手牌特首 不錯哦 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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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這邊再發動效果 再把巡航機送墓 那我這時候就可以檢索了 水哦 來我這邊應該要 用這個巨像王 好 這時候古代一機巡航機的效果 我們來檢索斯芬克斯 來你這邊打我的話 我就可以特招了 出了吧 古代一機 吃芬克斯 呼呼 攻擊力四千 攻擊力四千啊 看到沒有 霸王花 霸王花你還敢囂張啊 直接臭爆你啊 呼呼 啊直接剛爆你 爽 來 下去 最後一集 呼呼 太神啊 柔奇 還敢囂張啊 哇 攻擊力超高 呼呼 哇 很爽耶 哇 這個 古代一機真的是 哈哈 其實我我古代一機真的有點不熟 但我 感謝訂閱 但我真的覺得我這幾場玩的還還真不錯 而且是全部都一直連勝呢 哇 真的是 哎 古代一機真的 還不錯 而且 剛剛那個 combo 直接 檢索 我們的師分克斯 然後 從手排跳出來 哇 太精彩了 好 那今天古代一機就介紹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今天安慶的影片 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6點不一定會發布影片 各位千分 明天見 去 走 別個初級的女人家 我 誰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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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